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铁皮骨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为了对抗万恶的战争 以及成人的虚假的社会而拒绝长大的一个故事 这个铁皮骨三个字就是书中小男孩的一个玩具 但是一提到剧著或者文学名著大家都会感觉到非常有距离感 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太远了 但是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来聊文学名著 今天我们请到嘉宾是德国新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 也是国际级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先生 他曾经把这个铁皮骨改变为同名的电影 这个电影在1979年获得了甘纳电影节的金钟旅奖 也获得了1980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欢迎您施隆多夫先生 我想知道这个书跟您有特别的关系 那它第一次被您阅读 您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状态 当这是一个文章的文章出现 那是十年后的军军 那是十年后的军军 1957年 我相信是一切成的一股美国 那是一股军的军军 给了整个社群人的大利亚 因为第一个人的军军 和人的军军军军 在这里面面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而在这些人的主要物与智调副, 那些人都当尝试了, 那些人全事情都做了, 也就在一面前看病的人, 一小小孩儿的一首歌, 一首歌的歌曲, 一首歌曲,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的初一世, 一首歌曲的藉口, 一首歌曲的一首歌曲, und der zeigt nun, wie das deutsche Volk und wie das Kleinbürgertum und wie sie alle mit Begeisterung bei dem Hitler mitgegangen sind. Und er zeigt es auch gleichzeitig in der ganzen Krudität, auch in der Sexualität und gibt eine vollkommen neue Analyse und ein vollkommen neues Bild von dem Faschismus. 我听说您这个是被当初是被这个制片人逼着去读剧本 逼着改变这部电影呢 我想知道在制片人跟您接触之前 您有没有自己读过这部作品 我当 Günther Grass hat这个书在巴士写 他和他的妻子在那里 我经历过去训练和视频历史上 但我们没有遇见 我们在同一路选择的旅选 当这部电影在韩国的文章出来了 我和我非常关注重的文章 我只是看着我来的感觉 那作为一个导演你觉得这本书里头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改编的这个电影是不是保留了这种最重要的东西 是每个大幅的一种大幅的影響很难 他把他抗设一下,他把他承设一下,他把他承设到的宗教 但是他承设一生子,他承设一生子,他承设一生子的宗教 但是他承设他,因为他承设一生子的父母 Ein Kind darf kindlich sein Aber dann sagt Günther Grass 那你只要萮П 但你而嫁保释 na你以音 rol Markusác 你亙霸法 所以 feel 一人 但你想打 NRW 那 Didn't 可是 你 Advance 妳有 trouble 冪軍 那天 你居然No TV 那么这本书呢 翻译成中文 我看到已经有五十万字之多 的确是一本剧著 是这个君特格拉斯的 《弹则三部曲》之一 那么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话 要改编这个作品 必然要省略很多东西 或者说 再补充一些东西 那么我想知道 这个电影最后 跟文学原著相比 省略了那些东西 又补充了那些东西 那其实的编程 我们做的 这本书开始了 已经很久以前的大父亲 开始了 und es geht nach 1945 weiter nach dem Kriegsende Oscar kommt dann nach Westdeutschland 他只有兩半時間坐著他,他有七十字架,他有七十字架 然後他就合作出了 在第一次見面跟 Günter Grass,我剛才說,我沒有意識到 為何可以這樣做,因為那些照片是很瘋狂的, 你覺得這是一個廣泛的 Fantasie, 他言下了,但他说,那我们去Dantzyk,我们去Dantzyk,吶我去Dantzyk,并他把这邀网上写, 并说,那我们在这里面前面,和我学见我们。 我来到现在递, warDantzyk, absolutamente并不是一个很个人的城市, 这广场是很小的广场 这广场是很尽的广场 并有广场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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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这是一个广场的广场 我们都习惯了那种拒绝长大 拒绝成长的小奥斯卡 但是最后影片还是小说 最后都让他成长了 又重新长高了 长大了 这是否有某种特别的含义呢 那是不容易解释的广场 的广场是不容易解释的广场 的广场是广场 广场的广场 他不知的广场 他不知的广场 他第一个广场 是在第一个广场的广场 被人的广场 和这个一位的广场 被人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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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卡尔的广场 现在他没有男生 现在是他广场的广场 就是他广场 他广场的广场 他广场是广场 他广场的广场 那些人是自然而言成是需要的,是要是需要的,是要做了若果的。 即是他就变成了一名 August。 不可能会将模式一套一名舞劇一hã的。 而這個Oscar,現在變成了一個瘋狂的男人 成為一個畫家人,像Toulouse-Lautrec 成為一個畫家人,成為Günter Grass 在生活中你和Glass有交往嗎? 是的,當我開始了這個片段 我非常感激,因為他是一個很高興的人 也有很多政治信息,他們說得很高興 所以我非常感激 一天是他在一個瘋狂的場景點 當我們在Dancic打電話時,當我們在Dancic打電話時 他就說,你不要緊,我只是稍微看一瞬 然後他就向我轉向了 我太疯狂了,我太疯狂了 我太疯狂了,我太疯狂了 我能不能再說,我能做的事情 而當他又離開,我們會重新的一天 我們有重新的一段時間 他是很超級的 在後來我們有很興奮的 我們有很興奮的年紀 我們會看到我們 我們會常常見我們 我們會討論我們 我們跟我們聊過 我們有很多時間 我們一起一起 那您是一位十分擅长改编文学名著的这样一个导演 改编过阿森米勒推销员之死 普鲁斯特的《追逝水年华》等等 你觉得这个小说铁皮股和电影铁皮股 现在都已经成为经典制作了 它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小说和电影 那我还没有说过 我一直在感激态 当我今天写着这个书 它并不是这个故事 什么人说的 但是呢这个词奏出销 需要一点 格的语言 这种语言 有关于语言 开中文的语言 语言语言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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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以为你政府不可编写,你被决装了 但我感觉到这个字幕,要走到背面,我们有包括了 所有人都在演出的背景,今天我们是在演出的编片 啊,因为他这个手雷扬,他,是由于装写圈是 我认为这种变化 这种剪辑的剪辑 在这种剪辑的剪辑 和这种剪辑的剪辑 如果你想像这样的剪辑 在拍完《铁皮股》这部电影以后 您还阅读过这本小说吗 最近一次阅读是在什么时候 哦 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 对于这种剪辑的剪辑 我每个人都发现新的剪辑 如果我今天拍的剪辑 我可以拍一个第二剪辑 他会完全不同于第一剪辑 因为我们的剪辑可能有10% 的剪辑的剪辑 是像《Don Quixote》 这种剪辑的剪辑 每个人都可以读得更新的剪辑 这种剪辑的剪辑 我还能拍到这种剪辑的剪辑 我还能拍到这种剪辑 因为我们的剪辑 有多有关铁皮股的讯息 我想即使对《铁皮股》 这个小说或电影的情节 已经淡忘的观众 也可以从刚才我们一直在 背后播放的投影当中 找回往日的记忆 无论是电影的《铁皮股》 还是小说的《铁皮股》 都值得我们在几十年之后 一再的品味和体会 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中国导演 也能从文学作品当中 吸取更多的精神力量 像施隆多夫先生一样 缔造文学原著和巨制改变的电影 都成为经典制作的神话 感谢收看本期的读书有用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读书有用 给你好看 看看今天的给你好看环节 带来什么样的新书 这本叫做《莫多克的新世纪》 一个媒体帝国的数字化改造 讲的是传媒大亨莫多克先生 如何带领他的新闻集团 更加适应新的数字化的时代 但是书里最有意思的一段 不在改造的内容上 而在莫多克先生的70岁的改言 我给大家念念 莫多克先生说 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1万个小时 童年和青少年 以及接受教育的时间 占去了20万个小时 剩下的40万个小时当中 有三分之一花在了睡觉和休息当中 所以他说 我想我至少浪费了大半生 而有效的工作时间 也就只有10万个小时 这个数字很令我沮丧 如果健康允许的话 莫多克可以乐观的期待 还有17万个小时可以共挥霍 这其中应该有7万个小时 可以非常高效率的工作 真是这个 稀时如今 生命成可贵 也许只有你等到他失去的时候 才会觉得他宝贵 来看看两位 新近世事的人的著作 这位是最近世事的 上海的画家 陈奕飞先生 打造的一本叫做 《新锐期刊事例》 里面讲了很多独立的杂志 设计的杂志 还有美术杂志 等等等等 俊仁里头写到 说一本好的杂志 应该能够触动人的五脏六腑 它能够挑战 人们对图像与文字的辨别能力 它是生活当中额外的甜品 在这个书的末尾 我们看到 这个书还不算完 他说在第二本当中 还会有若干的新的杂志 介绍给大家 希望这个义飞先生 顾去以后 他的这个工作团队 能够继续把这件事情 给做下去 让读者更多的收获 这一位呢 也是这个顾去的 一位作家的作品 叫做《蜀风云人物》 这个作家不一般 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音乐人 电影导演和主持人 是香港的黄瞻先生 就是写那个 《笑江湖》主题曲的 这个黄瞻先生呢 访问了香港的 很多知名人物 比如说什么邵逸夫 包玉刚等等 写到了他们的成功 也写到了他们成功 背后的艰辛 所以如果想做 《蜀风云人物》的话 我觉得大家看了以后 可以有所效仿 如果不想做 《蜀风云人物》的 看了以后 就可以心安理得 因为当《蜀风云人物》 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今天的《给你好看》环节 就到这里 进入《illochten隐私》 因为难时你改参 《踏风云人物》 哈哈哈 Brain Bird 读书有用 就看你怎么读 就看你怎么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